明年六月之前如果要到欧洲的话 恐怕是可以不用签证了 这是欧洲会议友台小组呢 主席谭洛克说 那么欧盟呢渴望在明年的上半年 同意给予台湾免税签证 那么外交部呢 欧洲司也证实了 如果是提案梳理的话 那么在欧洲会议通过 台湾呢渴望在明年的六月之前 就可以获得了免签证的单遇 到时候呢到欧洲去玩的话 算一算就可以省下大约三千块钱的签证费咯 感谢观看